大盤持续金金奖往2万点来做靠拢了 但是今天主要是靠台积电联发科 两大全职股来升盘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下跌的加速 比上涨的加速是多一倍的 因此今天这个创高的行情 有没有哪里怪怪的 这个地方要说怪怪的 我觉得倒还好 因为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就发觉 台积电的ADR其实表现就不错 所以今天台积电开高走高 这个状况好像是蛮正常的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说昨天的ADR是涨了4.89% 然后今天台积电现在到目前为止涨3.81% 所以这个地方持续在创高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从费半的角度 费半也是整个说指数里面最强的 昨天还是收新高 盘中创新高 然后收盘也是收新高 所以这个地方 早上起来我们大概觉得台股应该是不错 但是我们在上班的路上 我就在想说这个盘好像有点要注意一下为什么 因为你看台积电 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在讲 我们说台积电休息的话会有外溢效果 但是你看这两天有没有休息 我们应该是前天讲外溢效果 对不对 然后就昨天拉回 但拉回完又立刻走高 所以昨天是开低走高一路上来 然后今天早上看起来台积电又在开高走高 所以简单讲如果回到我们三天前跟大家讲说台积电如果休息的话资金会有外溢效果 那反过来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台积电不休息的话资金就没有外溢效果 概念就是这样 所以OK 今天我们就发觉这个盘式 台积电这样开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然后就变成是有些个股 就真的涨多的 我们先不要讲说小的 我们先讲大的好了 像双红 因为现在目前的成交重心 台积电第一名 林发哥第二 然后再来就是双红 奇红 台药 然后到伪创 所以你看双红 这一段时间涨很多 涨很多今天早盘开盘还在创高 但是创高是不是马上拉回跌破平盘的价格 然后就往下杀 OK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如果有固定在听我们接盘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走势很像哪一天 2月16号的四星KY 跟3月4号都是四星KY 就是这样的状况 你创高立刻拉回 前一天还强势 昨天还涨停 涨停价是特别重要的价格 所以你看 以双红的这个格局来看的话 就告诉你说 哇今天好像 似乎要拉回 那同样的 3017的起洪 昨天也很强 但是没有强到那么强 昨天涨7.69% 但今天一样 开高往上 立刻就跌破了 昨天的平盘价 所以客观来讲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觉得说 好像涨多的要有一点休息 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说 在这种过程中间 其实是使得做一些调节 我觉得大概是一个 对于涨多的个股 既然讲到这里 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想想看 假设 假设我们讲双红好了 双红我是在哪一天跟大家分享 我是在2月27号 在我自己的频道跟大家分享 我跟大家说 散热这一组没有挂掉 还没结束 后面涨那么多 我们看同一天 同一天 那个 七红菜多少钱 500块 那500块 今天最高来到659块 然后现在的价格还在600块 所以意思是说 今天这里应该是 今天相对低点的 即使你砍在这里 你还是赚100块 你还是一张赚10万块 那我请问你 如果你在652的时候 659的时候 你要砍股票 你会 你会说 不行我要挂架 我要挂659 没到我就不卖 不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正常人在遇到这种 500块变成600多 650几块 你要砍的时候 是眼睛闭着就直接砍 市价直接丢出去 对不对 你差一个两个tick 三个tick 大家不会在意 所以在这种盘式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你那个眼明手快 就操作上面 就是 涨多的个股 遇到这种盘式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该开 该出 该获利了结 就要赶快获利了结 那当然包含刚刚那个 雨三也提到 像那个上药 上药的状况 有点有趣 找盘很强 开高走高 然后涨停 但是可以注意一下 它是两度 两度触及到涨停的价位 都锁不住 都锁不住 然后就下来 所以其实 我刚刚跟有台的工作人员 在LINE对话的时候 我就说 看起来差不多了 我说这一组差不多了 为什么 来第一个 我们看早上 大概9点12分 就涨停 就初级涨停了 然后到9点半 再一次涨停 结果 大家如果看一分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这个地方就有点M头的形态 因为第一次9点19分 测到一个低点是28块 所以到了哪一天 到了9点33分 那个28块的价位就被跌破 所以是不是一个M头成型 然后下来之后还反弹 再测一次 就高点又来到28块 然后再来 再下去 再测一次 又来到27.95了 所以其实这就是什么 M头成型 然后反弹又高不过高 这个状况就是很典型的 技术分析的状况 所以你说短线上 是不是要适时的做一个调节 我觉得这个是 然后再来观察的时候 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在盘中 譬如说像永杰好了 4714的永杰 他在下一次20分钟一盘 所以在9点42分的那一盘 其实就已经跌破平盘 然后跌了3%多了 然后你包含信力 也是在哪一盘 我看一下 也是在10点的那一盘 也是跌了3%多 所以10点那个时候 同属群的 同集团的个股 其实都已经在杀盘 都已经跌破平盘 所以我就说 这一组看起来 好像差不多了 所以 简单讲 这种状况 就是必须 要眼明手快 眼明手快 你不要想说 做商药集团 像做台积电一样 不是这样的概念 不是这样的概念 因为他们本身股价波动就大 所以操作上面就是更要 更要有一个那个即时的判断 这对一般人来讲 可能会比较困难 因为当那个盘市在震荡的时候 大家就会紧张 你说真的很难理性的判断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也带一下 通常 我会建议 如果你是新手交易者 其实我会提醒大家 你可能在前一天晚上 大概把你想要做的做法先写出来 然后写出来之后 盘中就到着你 昨天晚上制定的方法去做操作 我觉得这种状况对于一般的 因为像我们是专业人士 我们是盘中看到了 我们就可以即时反应 但是很多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即时反应 而且盘中 我们以前 我们也是从新手来的 我们是新手的时候 嫩咖的时候 也是这样 昨天晚上想好明明要怎样 就隔天盘中 看着盘市的变化之后 马上就有新的想法 然后这个新的想法 每次都证明都是错误的想法 就是市场就是这么有趣 就是人籍为什么面对市场 都是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个事情 我也是很疑惑 所以市场之所以这么有魅力 真的也是这样 但是当然随着经验的增加 我们就可以盘中说 什么样判断该注意一下什么东西 我们就会做出比较多的正确的决定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我们还是必须强调 所以简单讲一个重点 你能尽量的理性的操作 这是一块 然后再来 你在思考的时候 思考的时候 在判断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尽量 尽量不要被盘中的震荡 因为每天看那个数字在跳 因为通常有时候下单的时候 你就会看着那个买单卖单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然后心里面就会跟着嗨起来 或者是心里面就会跟着悲伤起来 大概都是这样的心态 OK 那这个地方是操作了 所以操作的部分 当然就是 你要有一个心态 就是 就简单讲 就是你知道这是操作 它就不是投资 你要的就是赚价差 那当然几个角度 第一个你也不要预设高点 但是呢 当要出场的讯号 或者是转弱的讯号出现的时候 那你也不要犹豫 然后最重要的心态 就是说服自己 我们绝对不会都做对 我们绝对不会都做对 我们绝对有犯错的可能 而且有可能还很常犯错 对不对 因为即便 像全球最大的企业苹果 对不对 也都是那个直接停损 那个电动车的部门了 连苹果 它多少人才 全球的顶尖的人才 恐怕也都在那边了 对不对 连它这样的一个公司 这样的背景 这样的财力的公司 他们都会做错决定 那那那你是什么 你算什么 对不对 我们算什么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把一切事情 就视为就是正常现象 人生上面就是会犯错 OK好 再回到正轨 我今天还是有一些 很强的个股 但是当然我们有一个持股 我们是觉得 真的是让我很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套一句诗声里面的话 就是真的猜不透你 那个是一个2404的汉塘 汉塘我们是1月份 1月份去开始布局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在设备的这一类 因为今年我们的本来就预期 我觉得COWERS的产能 要增加2.5倍到3倍 所以你说汉塘大概是全台湾 最大的 应该算是最大的 或者说台积电最大的 无城市的供应商 对不对 台积电如果要扩产的话 那汉塘是不是就会受费 而且以它的殖利率来看 当时的殖利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布局 那当然啦 也不是说一布局就涨 对不对 我们也是布局 你看1月多 我们大概1月10几号吧 我印象中 也是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忽然就涨起来 结果这种股票 我们就想说 可能一天涨个1%2%了不起了 对不对 就慢慢涨慢慢涨 结果昨天没有 昨天涨5% 昨天涨5% 昨天涨5%我们就很意外了 今天跟意外 现在已经涨6.9%了 所以真的是见鬼了 我想说买个稳健的 结果标起来 然后我觉得是标股 结果拉回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市场常见的一个常态 然后再来你说 包含像之前我们在介绍 什么时候 2月21号吧 2月21号我在有台连线的时候 也是公开推荐2360的自贸 对不对 那他也是会受贿 那个所谓的那个测试 或先进封装 但是我也是这样想 就是我想说 这个打一个这么大的底部 但是你从过往 大家只要把K线稍微 zoom out一下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他过去说真的 有多长都多长的K线 有线嘛 所以意思是说 从视觉看起来 其实他这档个股 就是每天涨跌 就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那天买完 结果你看 前天开始 前天大涨8.61% 我就很意外了 然后昨天跟着大盘一起开低 就开低马上拉上来 又涨了3.77% 但从低到高 可能也是7-8%了 然后今天又继续 又继续 你看早上开高走低 杀下来 真的让盘杀下来 现在又回到平盘之上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就是市场 市场上 这也是另外一个思维 就是说 你看市场在封的时候 好像年前我们讲神盾集团 年后我们讲上药集团 大家都疯了一阵 对不对 但是你说真的回到 你看像汉堂 我们一月多的时候 是年前 真的回到一些稳健的个股的时候 其实你抱起来 不用太害怕 不用太害怕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往往 就是说 哇老师你上药好强 哇你神盾 哇每人都涨 大家都说 哇你可不可以再追 对不对 你每天都想这个 我们在讲汉堂的时候 你就不屑 就稍微讲那个干嘛 对不对 结果你看 真的要操作你是哪一个会赚钱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回头去思考 就是每次大家都说 我是投资 我们都长期投资 然后下一局都会问 老师明天你觉得哪一档会涨 对不对 就见鬼了 你都不觉得你自己讲话 这个有点逻辑颠倒 对 这就是投资人 因为我们从以前上课大概就这样 上课我们讲的口墨横飞 台下在正比即输 我们讲哇怎么这么认真 结果去偷看一下学生的笔记 最后每一个都是只有股票代号 中间讲的什么逻辑的论述 几乎都写不出来 所以他超来超去正比即输写的就是股票代号而已 这个就是一般投资人最大的问题 OK 不过其实这个地方也回过头来 再来带一些个股 像今天算这样的格局 其实你说强势的还有谁 其实你看像造立 对不对 三五四八的造立 轴承怎么在这一段时间又忽然起来 但是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 其实客观讲 这个真的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在三月四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特别特别在介绍 我说这一组还是可以持续的注意 甚至那天我是说什么 我说这一组我觉得OK 一切都还看起来都还可以 结果你看那时候我们讲什么 3376 结果 这一段时间稍微整理一下 昨天休息一下 就今天测到五日线又继续再拉 那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是有点垂直起跳 对不对 那那一天我特别介绍 我们就那天讲了四档 新日新富士达 然后造立信景等等的 那新日新这边 那天我给他一个结论 我说以成长性来看的话 富士达跟造立在营收的成长 确实是比较强劲 确实比较强劲 所以讲讲讲过程中间 造立就长停了 OK 然后再来我说新日新 新日新前几天 那个从3月1号开始 其实等于是连续三根了 连续三根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他们在维持强势的格局的时候 其实你看五日线没破 整理隔一天 然后就今天又再继续攻 那天我说如果以比较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回头去注意信景 1582的信景 因为大家都是做轴层的 然后陷阱是相对低位阶 相对低位阶 而且我们讲的那一天3月4号 是刚站上际线的第一天 所以说你在选股票的时候 如果你不太敢追强势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盯牌 或者是说你也没这么大的心脏 那你其实还是可以选择一些 有殖利率保护的 就像当初我们选择 那个2404的汉糖 一样的概念 那当然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带一下 比如说像那个金顶好了 3413的金顶 其实今天也是在创一个波段新高 那这边是跟着大盘有点拉回 但其实基本上就是小跌一块钱 现在跌了0.39% 所以你说在操作上面 选择一些稳健的个股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 那既然讲到稳健的个股 那我们就再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我觉得最近 我觉得注意挡股票 可能几百年没有人在注意 市场也很少人在讲的股票 是什么呢 就是1216的统一 统一当然统一超商 那统一也奇怪 我怎么会注意到它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第一个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上班的过程 在工作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 我大概都会遇到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去Saven 对不对 所以说统一这个地方 第一个它有稳健的base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在看近期的营收的时候 我们发觉 它营收还在创高 它的股价其实也没有特别高 我觉得位阶不算特别高 但是当然也不算低 也不算低 因为如果以资历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也不算低 客观讲是这样 但是它1月营收 其实是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那这个地方呢 客观讲 因为7-11它有它的 怎么讲 就是市场的 entry barrier 叫什么 进入障碍 因为它的护城河 护城河其实已经组起来了 而且跟人家有点差距 因为它是第一名的话 后面几家 我印象中数字是这样 后面几家加起来 大概还不到它的数字 我印象中是这样 所以你说 它有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地位 然后结果 1月的营收还在创一个历史新高 那我记得公司还有一些的做法 是说 好像在电商部分 要有一些新的布局等等 所以我觉得 这个地方 如果你对于电子股 太刺激的个股 你不敢 那你可以回头 考虑一下 这种民生需求的个股 然后确实在业绩上面 也有所表现的个股 这部分也是一个方向 给大家做个参考